威德360 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威德360 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這幾天的天氣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全台各地都是一個晴朗炎熱好天氣喔 不過要提醒你的是 在中南部地區比較容易出現午後日陣雨的情況 所以請各位朋友一定要特別留意 我們從微信運圖上可以看到 太平洋高壓勢力還是非常的強大喔 雖然說南方的水氣非常的旺盛 雲氣非常的扎實 不過受到太平洋高壓的保護之下 南方的水氣影響台灣的程度非常的有效 只有在南部地區稍微受到水氣的影響 比較容易出現午後日陣雨的情況 那北部地區呢 受到水氣的影響就比較少 所以午後日陣雨的機率當然相對就比較低一些 不過在北部地區如果都不下雨的話 會比較悶熱的情況出現喔 那這樣的話中暑的機會就高很多 所以在北部地區的朋友們出門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到要做好防曬的工作 而且要多喝水以防中暑 那未來今天天氣呢 其實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主要還是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下 不過太平洋高壓在禮拜五的時候會稍微冬退一些 所以屆時南方的水氣會開始北台 到時候會影響全台各地的天氣喔 到時候全台各地都會開始有 午後日陣燃的情況出現了 那今天的風場主要還是以東南風為主 不過風場不強 所以帶來的水氣只有影響到南部地區 那屆時到禮拜五的時候 太平洋高壓冬退的情況下 我們南風的風量會比較增強一些 所以會把水氣都帶到全台各地的情況 那全台各地因為水氣量會比較多一些 所以午後雷陣燃的情況就會多一些 那我們明天可以看到 白天的降雨機率還是有40%到60%的機率喔 所以還是以午後雷陣燃的情況為主喔 那另外在晚上的時候就會降到10%左右 那白天的高溫以台北的話 北部地區還是以悶熱的天氣為主 高溫還是會來到33到35度左右 南部地區呢溫度稍微低一些 大概是32、33度的高溫 那北部地區在晚上的溫度呢 還是會有27度的高溫喔 在南部地區會比較涼爽一些 大概是25到27度之間 為了這些天氣呢 還是受太平洋高壓印象 所以不太會有什麼太大的變化喔 所以白天出門的時候 一定要做好防曬的工作 下午出門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 以防無後雷陣燃的情況出現 以上就是今天的氣象 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